什么事 只要钟同学答应 继续跟王俭同桌 我马上让你进招商部 人家给了台阶 又打爆了橄榄枝 别在这个时候 想您那要命的自尊心 对 就这样 自然一点 再自然一点 不许侮辱我姐 只要钟同学 答应继续同桌 她一定重庆做人 这一点我作为大哥 可以替她担保 这话要是这么说啊 那只能证明你蠢 不对令地的过失行为 加以惩治 而是一味地纵容 说明蠢上加蠢 可以啊 姐姐 从来没人敢跟我哥 这么说话 闭嘴 好 既然你这么直接 那我也开门见山了 只要钟同学答应 继续跟王俊同桌 我马上让你进招商部 之前的误会一笔勾销 怎么样 是啊 姐姐 我大哥二哥都在安盛 如果你来的话 我大哥一定会关照你的 不用觉得害羞 怎么样 给句痛快话 直接一点 你要是觉得条件不够好呢 说说你的看法 不过这种双赢的合作 脑袋稍微清爽一点的 都不会拒绝嘛 冷静一点 冷静一点 人家给了台阶 又打破了橄榄枝 别在这个时候 想你那要命的自尊心 对 就这样 自然一点 再自然一点 不许侮辱我姐 你不要激动啊 姐没事 王总是吧 请你别从门缝里看人 把人看扁了 一份破工作就想收买我姐 这世界还有没王法了 之前会所那笔账 都没算完呢 你这一笔勾销得 也太快了点吧 姐 你别怕 我挺你 条件开得不够好吗 贵所怎么回事 带 不是 拿着箱子 走 行了 你老拽着我干嘛 姐 你什么意思啊 你不是真想答应她吧 怎么可能 我只是不想让你在同学面前 太丢脸 你不用管那个王姐 不过 你真的相信这个王娟 跟他弟弟不是一球之合 这不是你要操心的事情 你现在最主要的任务 是好好准备高考 保持现在的势头 确定不改变主意了吗 你给人家机会考虑一下 你给人家机会考虑一下 真是不可理喻 怎么样才能改变这个世界呢 世界从来不会为了人改变 要适应要改变的 只有我们自己 走吧 我们一起玩 我们说 这个自然时 我们就讲 就能做点 我们 我们